哦 到了谁兽这个大仓 直接拉出来接车 正好是一个敞篷的跑车 没闹明白啊 周平安直软不到 这大仓没漏过 就防循了 这人了 GX的人 这个高大地 直接一波洗头 漂亮 这波洗头 拿下分数了 懵了 这么高能站上来人呢 所以基本圈形 他后面很容易 就在电场坑的附近 那么这局配合会合 也没有问题 但是会合是不是太兴奋了呢 有人下来迎接了 马哥下来迎接一下小明 手打打吗 对方欠了个宝 不被想倚 小鬼被消残 有人有点多呀 又PK一波 远点有无敌的架枪 OK 还剩一个能打吗 这波要被补了 小五这个点 他不能完全地架住 第一时间接到一个 老G 这个分还不如给我呢 修一修 拿到了 对吧 老G已经心满意足了 可以停了 这个要小架一下 万一后面有人顶 都给掩体也不错 是 而且人也不多 DK 进了这个城头 而另外一次 正男的出手 将山头的人 给抽到了一个 天霸这波很危险 刚说完下车 翠翠翰 被修罗给放倒 然后前车 车胎也已经爆了 是的 情况很危急 而且选择这个角度 又是属于圈里的一个强侧 这边有四只队伍 FTY BGP JNG 还有天霸 还是被点下来了 对 其实要是三个人的话 这个山头还是能玩的 是的 两个人的话 正面可能火力不太够 情况发现 车快爆了 做个车震吧 做车震 先被点下来一个 车被掀翻 继续去抽 赶紧拿分 看看臂力 Pero机会来了 风烟丢雷 来了 还得再往前一点 对分非常渴望 BGP只能换一个位置 这个地方会吃雷了 这把电章有可能要被摸的 是的 Pero就守自己的红楼就OK了 虽然Pero勒没有把BGP全部打掉 但是近点还有GBL的勒 往烟里不断地去投掷 他好快乐 他一共就三个人 两个队友北部还 他还活着 他好快乐 福大命大 他北边压力其实挺大的 这波 明海从原处的一个出销 放到了QR的 边边上 他有没有一点位置能蹭 小北拉到马路对面去 是的 DK想做一下提前的削弱 拳了 有时马丁的这个城头 已经被架死了 而USG也是一波 这个纸扎 也是卡住了圈边 比如说USG这波枪 还是很准的 把DK干到好几个 确实 而这波17 想要拿圈边的分数 过去扔雷 硬白被闪了 拿了手盆直接放倒 Loki这个近战小细节 一直可以 通过手雷投掷 这一波也是把USG的分数给拿下 17去了马路对面 然后又回来了 是 把坑里面两个人给清掉了 因为这个角度的地形 他其实想去往这个排名去抢 就有点难度了 就还不如靠两个人 吃点分数 刷点分数 合理 而且北部圈边又是混战 就残编队真的很多 有17去抓机会的可能 你包括卡DK这个位置 就近来都是残血 DK也蒙了呀 这圈怎么玩 对 17这个位置是容易拿到收益的 对 所以他在这里打 于是残编队在这里拿收益 是完全没问题 DK都快被抽烂了 那这局他如果淘汰 能拿个8分就猛赚了已经 对 北边山头4M跟GFI 也是打得不可开交 GFI现在正面已经倒三个人 又剩三门一个 你看封烟在下坑 这过点被逮到了 这把监技解放了呀 监技这把看情况来 说感觉又是有拿分机会的 他西边的反坡可以控制一层一层 狗位 一蹭一蹭的 是知道坑里有人 这波一个定点射击 And放倒了一个 往这个石头后去扔 雷强堵 另外一侧去封了一个侧线雷 打大马现在就在坑里面 得靠远点的强线支援 旺仔纪念接车 接调明明 没信息 NWP零信息这把 看不到 这把从头到尾零信息 没有信息 很难推了 而这一次测 迪卡瑞高打低 两个身位都露出 可打配上队友的枪线 摁牙 将DANAMA给吃掉了 KTF在这种小的细节处理上 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但小鹿会K呀 北边找了个位置 KTF人都已经爬烟里面了 还是被打掉了 逃不过小鹿的眼睛 这局他跟时期的处境 其实有点相似 就是就拿分了 这个你想去吃排名也很难 天鹿 这个位置不在圈 得想办法上去搞搞事 天鹿走了 过点安风 那是房区的 这边的话 Heavy有提前的步骤 铁皮挡板卡住了头车 后面拐弯没有拐过去 古旧的时间吗 但这个雷完了 有了 这个雷有了 又炸了 又炸又補了 尴尬 再一颗这个雷完了 幸好围墙挡住 还能拉吗 就是 看到一个侧神小九 小唐先出枪 正面小九再打 两个人的小鞋 同往侧面 汪仔的一个补枪 汪仔 两个人血量都差不多 下一波Pick 小唐赢了 小九还能服 间计来了 我没有炸到 小左过来给收了 阿德出枪 小左倒了 不过间计没有动车 他那个反坡 确实可以控制 一层一层来 天罗 浮起来了 正面还在跟GPL 继续打 继续摩擦 是的 那Heavy抓住了仙机 先打了一个SARS 而另外一次BGP这波接车 先打了一个 朴老师这波也是有输出 把FORM给处理掉了 天机压力越来越小 GPL和天罗打太久了 KDF要走到小五弟弟脸上了 KDF来排人了 两个人大脚步向前冲的 小五弟弟这个位置 一条反坡能秀吗 压力很大 Hikari换了近战 听着能听到 有没有听到脚步声 再排再找 小北能夹吗 给机会吗 这一波先打一个 小北已经残了 这一个起身 能打吗 想捕人 哇漂亮 nice 再来 HK 秒头了 这个人头还被Pew给收了一个 KDF人头被Pew的脸给炸了 小北是被BGP给驾到了 我现在给深渹 那在哪里 需要再去 avoid 温度 那 GP 这个GPL这样出来已经是 就剩两个 而且这个角度还对它们来说 没有什么太多的压制力 这 GNI 爆个闪 底破就给清了呀 甚至他还想 小北想丢雷 拿分 拿分 让你小北 可以啊 能补吗 好嘞 再拿一分 小北没阴 过不了马路 是的 你进了一局了 除了这局 他们能拿个这个保底分 也很好了 就这个位置 感觉拉斯这一波 如果站着 他的枪可能 打了 是 趴在后座里 这个自闭位 其实也很难操作 先打了朴老师 继续锁定位置 也知道坑里面 还有一个 来了 踩头上了 开始抢数据了 主要兼技克星 马云龙不在 确实 马哥兼技石头 你看这个石头 如果是马哥来踩 就触发攻势了呀 吓人的 不敢对了 主要是这枪一打头 就直接无了 还有把妹 但是 小左 相信 这位置压死 不不不不不 nice 好好好 三打三 不愧是周济座 但是 近点 这有雷的 这波近点反过要丢雷 他只要从这边打了 他不退了 你看到没有 他只要从这边打了 完好 没想到 完全没想到 秒了一个 黄一鸣 还有机会出 没办法 对方的一个peak位 黄一鸣几乎是全身位的 这个很难再打了 我这小左七个淘汰这局 一打三了 这个平台真不太好战 你不要他不行 你要了他吃道具 过来了 小左被架死了 这位置 还想换 还想对 还想找机会 小左 你 你 你 我 我